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欢迎收看《饮食法文》 在调制法国经典名点OBH 歌剧丸蛋糕的时候 曾提到要用Biscuit Jogonde 蛋糕底 这是法国糕点的最重要基本功之一 今次就介绍一下它的调制 在网上翻查Biscuit Jogonde 的中文翻译 比较一致的, 以译做杏仁海绵蛋糕 事实上,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 主要是用杏仁粉来调制 份量和糖霜一样多 在法国行内, 同等份量的杏仁粉和糖霜 加起来的混合物有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Dang Buchtan, 简称TPT 英文读做TPT 例如做蛋糕要用杏仁粉和糖霜各100克 我们可以在食谱中简单地写成200克 Dang Buchtan, 或者TPT 接着就等我一边做一边讲解 Biscuit Jogonde 的制作 将Dang Buchtan混合好之后 就可以加鸡蛋, 然后搅拌 因为这个工作实在费力 所以我也是用机打好 补充一句, 刚才混合杏仁粉和糖霜的时候 要求高的糕点C 会将杏仁粉像面粉一样过篩 以保证不会结粒 但我觉得加了鸡蛋之后 只要打得够大力 就应该没有粒粒出现 所以没有过篩 同时, 这个也是我用机打的原因 不过, 这是懒人的借口 若要求严格和讲究 都应该将杏仁粉过篩的 很努力地打了几分钟 将鸡蛋, 杏仁粉和糖霜 打成糊状之后 再加入面粉和熔了的牛油搅拌 之后放在一边做这个基本功的另一部分 也就是将蛋白打发 其间逐步加入砂糖 深水清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个其实是另一个 法式糕点基本功 Meraque Francaise 打发起之后 就和之前准备好的杏仁粉面糊 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倒进去铺上牛油脂的焗盘 塑造成薄薄的一层 用220度C 虐膜焗10分钟 到蛋糕底焗熟 和表面略大金黄 就可以拿出来 摊冻之后将牛油脂撕去 就可以用了 Biscuit Jogant 在法国糕点中的应用 和另一个基本功 Genoise蛋糕底有点似 分别是它通常做得较薄 而食味会更丰富 口感亦更充实 用来做OBH 基本上是指定要求 另外如果做Frécier草莓蛋糕 亦都可以用它来代替Genoise 很快介绍完Biscuit Jogant的调制之后 再补充说一下它的译名 在网上有人将Jogant 音译做乔孔达 这个容易理解 但亦都有人将这个名字 演译做蒙罗丽莎 这就有点令人意想不到 通常提起蒙罗丽莎 我们第一时间会联想到 文艺复兴时期 达文西的那幅名画 但为何会和这个蛋糕拉上关系呢? 其实是这样的 达文西当年所画名画入面的女士 其实是一位富商夫人 她的名字叫做Lisa 而意大利文对夫人的专称是Madonna 简称Monna 这个字有时是一个N 有时是两个N 都通的 而她在英文是Madam 所以Monna Lisa 其实意思是Madam Lisa 中文应该译做麗莎夫人 但要注意 这是英文对画中那位富商夫人的叫法 在意大利和法国就不是这样的 意大利和法国妇女出嫁之后 基本上会将自己的姓氏删除 改为跟随夫姓 之后其他人都要用她丈夫的姓氏来称呼她 而这位Lisa夫人 正是嫁给一位姓Giogondo的富商 所以意大利文就叫她做Giogonda 而Giogonda的法文相应串写和读音 会改为Giogonda 就由于英文名Pieter 到了法国就会变成Pierre一样 所以大家到罗佛宫参观这幅名画的时候 她的法文介绍不是叫Monna Lisa 而是La Jougonde 意思就是那位姓乔孔达的女士 说回蛋糕 究竟Bisque Jougonde 和这位麗莎夫人有什么关系呢? 会不会是由她首创 于是用她的姓氏来命名呢? 如果是 那就可以将这个蛋糕 译做蒙罗丽莎蛋糕 但很遗憾 我一直找不到这个蛋糕的典故 只能作出猜测 就是有位姓乔孔达的意大利姑典师首创了她 于是后人就以此命名 但意大利有不少人姓乔孔达 正如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叫做阿谋 但不是所有阿谋都做饼 没有那样做那样 例如其中一个阿谋 就贵为财政师 所以对于Bisque Jougonde 亦应该这样理解 不过个人觉得 最好的中文翻译 都是杏仁海绵蛋糕 今次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订阅 到此时